蓝宇之歌,清泉故事 作者 美,丁青松 译者 三毛 清泉故事 到更高的山上去 你真好命 一个皮肤有黑 年纪跟我差不多的小个子男人对我说 你不用工作 可是你还能有饭吃 如果我不工作 我就会饿死 可是我也工作呀 我回答道 有点像是在替自己辩护 那男人神气活现的把他的锄头挥过尖头 开始登上那辆木材车 我是指真正的工作 他说着 那辆木材车轰隆隆隆的开走 驶向更高的山上 我站在烟尘弥漫的路上 凝望着山上那一片朦胧的绿意 只有远处传来的孩子声 打破了清晨的宁静 白天村子里人很少 除了婴儿 老人或残废的人还有我以外 几乎所有的人都出去工作或念书了 为什么我不跟他们一起去 那个有黑男子的话激怒了我 或者是想证明给他看我也能做真正的工作 我亦或发自一种想更深入的参与我周围那些人生活的欲望 就在那一瞬间 我决定去工作 我的一位邻居伊凡说我可以和他的伙伴们一起工作 伊凡是个强壮的运动员型的青年 和他那一族的某些人一样 他的头发带点红色 几乎可以被误认为是个外国人 伊凡喜欢工作 而且通常都选择最艰苦 工钱最高的工作 不过这一阵子 他却和一大群朋友及亲戚们一起耕作 这种工作是相当轻松的 第二天早上 搭乘那辆木材车上山后 我们在一大片杂草中各就各位 开始工作 忙着翻土的男人 不论老少 挥动起锄头 就像拿筷子一样的轻易 在男人后面 手脚灵活的老女人们在地上蹲成一排 忙着从杂草中抖落松土 尽管他们的工作速度对我而言是太快了 但是 我最常听见的话语却是慢慢做 在我们工作的一次休息期间 伊凡把我介绍给那位工头 他来自平地 是为何善的老人 这是我的朋友 伊凡直指我 说 我们是去年我在美国念书时认识的 现在他回来这里看我 就在我不解地望着伊凡时 那位工头握握我的手 欢迎 欢迎 他说着 便走开去查看他的水果树 你为什么要那样说 等那位工头走后 我问伊凡 我在美国时 从来就不认识你 而且去年我根本就不在美国 你也是啊 爱 伊凡怂怂间 有时候 生活实在很无聊 何不让他有趣些 听起来似乎满合理的 于是我们再回去继续我们的耕作 对我而言 这份工作相当困难 到了那天下工时 我已浑身沾满了泥土 由于疲劳过度 也有些头昏眼花的 该走路回家了 伊凡说 走路 这么晚是不会再有木材车上山的 走起来也不过一个小时左右啊 撇开我的疲倦不谈 走路回家 的确是很好玩的 三两成群的工人们 锄头扛在肩膀上 步履沉重的走着 嘴里却哼着曲子 一块儿笑闹着 我们必须在这荒野西部咖啡店里停一下 当我们经过路边一家孤零零的破店时 伊凡说 这一次 我没有对伊凡的想象提出疑问 因为我们很可能曾经是两个牛仔 在山里辛苦工作了一天 正要下山进城去呢 给我的朋友来一杯 伊凡对那位酒宝 吼着他刚从美国骑马过来 不一会儿 这家孤寂的小店成了一间人生喧哗的酒馆 里面不时挤满了工人 他们互相请对方喝酒 有说有笑的说着山里的一天 每个人都想请我喝一杯 工作完后 喝一杯 你就会有力气 每个人递给我一杯酒时都会这么说 我试着向他们解释 我已经喝了一杯 也的确觉得强壮多了 然后 有几个男人请我与他们一起喝酒 同时从一个杯中喝酒 这是一种叫做爱浓密 的泰雅习俗 要正确的做出这个动作 几乎得亲到对方才行 我的爱浓密做的并不十分成功 试过几次之后 我的衬衫上除了泥土外 又溅上了米酒 但是 这样似乎只会鼓舞那些还未 给与我共享爱浓密的其他工人 这群猛灌酒的工人们 看起来像是根本没打算离开这儿回家去吃晚饭似的 我知道 如果我再和他们一起多留一会儿 到头来就走不了了 你准备走了吗 我挤尽恳求地问伊凡 是的 他回答道 同时灌下最后一杯酒 不过 我们必须赶紧溜走才行 现在吗 就是现在 在我们当时的状况下 伊凡和我可说是以相当难得的敏捷 快速地从那一大堆友好的工人中脱身而出 我们借口必须上厕所 趁这个机会 赶紧逃下山 回到村里去 隔了好远 我们还能听见这些声音在回响 再一杯就好了 喝一杯 才会有力气 爱浓密 爱浓密 接下来的那几天 我们到更高的山里去耕作 或是将木材上的树皮包掉 这些工作急需工人 待遇也很好 我开始习惯于日出而坐 日落而息的生活 尤其喜爱在邻居家度过的夜晚 大家聚在一起 讨论明天要到哪儿去工作 一天早上 我正和四十几个工人 在一座山底下排成一长烈耕地 我们忙着挖出长满了草的泥块 和一丛丛顽强的野草 想把这块土地清除干净 以便将来种果树之用 我们慢慢地沿着山市 往上工作 有几个人领先在前 伊凡在我头顶上 起劲地除着 就在这时候 他发出一声惊人的吼叫 挖出我所见过最庞大的一块泥土 它几乎是伊凡的两倍大 周围尽是泥土和杂草 听见伊凡在喊叫 我抬起头向上看 只见那特大号的泥块 正朝我这边滚下斜坡 我赶紧撞开身 还好及时救了自己一条小命 可是 那堆泥块却迎面撞上了 我下面的那个男孩 让他飞落到山底下 半个人都被埋在土堆里 我吓呆了 我只看见下面有一只脚和一只手 从那庞然的泥堆中伸出 接着那堆泥土开始动摇 那个男孩沾满泥巴的面孔和身体 也开始慢慢地爬了出来 工人们开心地尖声怪叫 这显然是他们这一整天里所见过最有趣的场面 此刻 那男孩已是满脸通红 呲牙咧嘴的 他只好跌跌撞撞地回到工作行列中他的岗位上 一凡无声地笑笑 甩甩他那头微红的长发 有时生活太乏味了 他说 能使他有趣些总是好的 那个男孩也笑了起来 他快乐 或许就因为他已为他的工作伙伴们的生活增添了一点点趣味和欢笑吧 那些在山里工作的日子 对我有一种特殊的意义 他们使我更接近我那些同村人的痛苦与欢乐 他们也帮助我更完整一些地参与了他们的生活 但是 最重要的是 他们给了我一次机会 让我每次看见首先对我提及真正工作 的那个矮子 有黑的男子时 我都能把头稍微抬高一点